28. 文匯報 學史此次讀三國 2015年7月27日採封A25琴台客序潘國深日前出席一家電台的心宵清談節目 話題是中國四大名像,以不足兩小時談論《紅樓夢》、《水虎傳》、《三國演義和西遊記》 當然甚為局促,《三國演義》傳名《三國志演義》 早期版本甚至將陳秀三國志的目錄歷在書前 《三國演義》可以說是簡化版的《三國志》 再有許多藝術加工,不少段落刻言是照抄《三國志》原文和陪從之的著 而這的差別在於《三國志》須以《曹藝》為正統 卻處處隱隱約約的推崇熟漢,並矮化宣語 《三國演義》則以熟漢為主 劉備代表人,諸葛亮代表志,關羽代表忠,趙雲代表勇等等 清末文初四川里中吳祝有口黑學,是正話反說式怪論的鼻祖 李氏志號口黑教主,氣清曹粗心地黑而臉皮不厚 劉備則反是,臉口而心不黑,宣權則技巧且黑 但是口語黑都不徹底,於是三人勢均力跌,導致天下三分 後來司馬爾技巧且黑,集草樓兩家之長 於是奠定三國進歸司馬士的基礎 參照李教主的讀書心得,再去重讀三國演義,應該別有一番風味 不過,李教主的確是有心人,正話反說,明面宣揚巧克,實是譴責公職人員行巧克以謀私利 李氏強調為公不妨用口用黑,又提出以黑破口,以口黨黑 深得中國傳統思想中陰陽制化的三回,小渣斯人渣良容,不名金融,曾有言 打算以孫吳一方的角度去寫一部三國歷史小說,他是浙江海寧人,江濟是孫吳故土,江南文人欲為前代香研討回公道 美是也,可惜指紋樓梯響,不見有人來,或許小茶覺得挑戰羅觀中並不容易罷 他不願意讀者粉絲講金學,以免跟紅學競爭,現在放棄挑戰羅派三國學 誰寧孫吳本位的三國歷史小說難產,小時候初接觸三國 是到香港大會堂公立圖書館借月白畫簡本和連環圖 那一套連環圖是香港書商翻印早年內地出版的作品 《畫公細尼》,古耳空言,現時市面上仍然有仇 上了中學,才讀三國原文 上世紀九十年代,因為玩日本光榮公司研發的三國字電腦遊戲 重現了對三國歷史的熱情 買了中華書局點效一套五冊的三國字 總算從頭到尾操略翻過一次 小時候讀三國演義時的許多不解的謎團都找到了答案 例如,關羽之失荊州,小讀者必定不明白劉備 諸葛亮因何不派趙雲回荊州幫手,反正平定漢中之後 一身是膽的上山趙子龍似是頭閒之散,多了解歷史真相 才知道三國演義時加重了趙雲的氣氛 其實他一直是劉備的時衛場,早期的地位有點似草刑的許處 典為,到了諸葛亮掌權不乏之時,趙雲還不過是負責率領一路編詩,並未縱容 當然也小不得著孟茵先生的力作《三國人物論集》和《三國人物論》續集 當初加入琴臺客序,就在此間發表了好幾篇《以三國人物為題材》的集文 今天小朋友因可要讀三國,其中一個原因是讀三國可以作為讀三國者的前度 也是讀二十四史的熱身吧! 儘管 謝謝